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语言跟文化问题 我觉得你要面对这个挑战 首先就要想到要多学习美国人 要多跟美国人交流 要成为美国人 这样你才使自己的生活更加自然更加舒服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在海外的移民都要用心地去学 接受我们新祖国的文化 我们新祖国的语言 我们新祖国的法律做事方式 而且我们还应该不要太自私 要忙着自己去奋斗 还要多做参与一些市区的事务 参加选举 参加一些公民的一些活动 比如一些公益活动 帮助穷人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比较团结 比较安定 还有我们这样也可以使我们的生活 过得更加舒服舒适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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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